教大家自己寫函數 什麼叫自己寫函數咧 就是我們還記不記得阿源的標準的函數形式 是 就是 一串英文字 這個有不見得要全部都英文 可以是英文數字之類的 也可以是中文字 然後加一個小括號 那裡面就input 參數嘛 對不對 然後就進行一些運算 那這些函數是怎麼被寫出來的咧 其實是被人自己定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想要寫一個自己的函數 你應該怎麼寫 它的結構長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一個開根號乘以10的函數 我先教大家看一下 主要說你首先你要先選那個FunctionName 主要說那個 主要說那個FunctionName叫 AdScore AdScore這個隨便你要叫什麼名字都可以喔 AdScore就是加分的意思嘛 加分等於Function 小括號 大括號 你看這是 這個小括號接大括號是不是很常出現 主要說像什麼回圈也有這個 也有這個組合 然後像什麼這個 回圈有這個組合嘛 然後還有這個 if else也有這個組合對不對 現在Function你又看到了這個組合 這個 AdScore裡面 主要說你這邊可以打X X 那這個X啊 這個X就是它的Input的參數 然後X你要對X做什麼處理呢 加分大概就是開根號乘以10嘛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運算 等於X SQRT SQRT 就是開根號嘛對不對 乘以10 好 你這樣寫完之後 你看喔 來我們現在先清空右手邊 你現在看右邊是不是空著的 然後你執行完這串語法之後 你是不是看到右手邊多了一個 AdScore的Function 好接著你AdScore 你把它 你輸入 36 欸它是不是就變回60了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子Function的 結構是不是很容易了解 欸你看到了嗎 我其實就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好再給大家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喔 你可不可以 如果說你有個Function 它沒有 它裡面沒有Input的參數 可不可以這個樣子呢 欸可以喔 我們來試一下 主要說我們 AdScore 你不打參數 它就Print 主要說50 好我們再Run一次 好你看現在AdScore 它的Function 這裡是不是沒有參數 看到了吧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叫它呢 欸 我們還是要小括號 因為小括號代表的是函數 你按下小括號 你沒有輸入參數 它出來就是50 你這個時候如果輸入參數 它就會告訴你Arrow 因為它這個函數 是不需要輸入參數的 你如果不打小括號 直接按Enter 出來的 會是這一串Function的內函 而不會給你50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小括號 即使你不輸入參數 你還是需要小括號 告訴阿源 這是個函數 我在使用這個函數下指令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這個 這個觀念非常的重要哦 好那我再給大家 我在教大家 在我教這個以後 我在教大家一個特殊的東西 假設 假設 好我們剛剛這個是X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 好我們這邊假設 它不是開根號乘以10 它是開根號乘以Y 那這裡是不是 你還要輸入一個Y 這樣它才有 這樣是一個雙參數的函數嘛 對吧可以接受吧 好看這右邊哦 現在是沒有輸入函數的哦 現在按RUN之後 它是不是有X跟Y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 Xscore 如果是36 好10 這樣會出現60分 這個你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好 我現在要 厲害的地方我要來了 我這邊可以等 Y等於10 我這樣 RUN完之後啊 這什麼意思勒 這個意思是說 Y的DefaultValue就是10 你可以不打它 你不打它它就是10 但是你可以改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可以改 但是你可以不輸入它 如果你沒有這串Y等於10的話 你只輸入36 那它一定不會理你 因為沒有預設值 這樣通過意思吧 所以這樣你們可以理解 為什麼有些函數 比如說像上禮拜 我教的read.csv這個函數 你即使 不打後面那些parameter 它有很多parameter 但是你即使不打 它還是會work 因為它有DefaultValue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應該我想你們應該聽得懂 我在講什麼 好接下來我要教你們做一個 比較複雜一點的制定函數 也就是 我們現在剛剛開根號傳理時 這實在太簡單了 我要教你們打包 一個比較複雜的函數 來 這是不是第二節課教到的 費波納奇數列 就是 x一開始是11 然後接著3到20 然後接著return x 就是整個費波納奇數列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現在啊 我假設 這個 less than 等於20 也就是說 這個20顯然是這個關鍵嘛 它告訴我說我要輸出的費波納奇數列 是幾個 數列長度為多少 對吧 我這樣子打完 let sequence 等於20之後 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let sequence 這樣子 我這串語法 這樣就是20 那我這邊改成30 這串語法 是不是出來就是長度為30 好那我現在 想要把 想要把這整包 打包成一個函數 看我怎麼包喔 這個事情很重要喔 來我們來看著 費波納奇看著我怎麼包喔 你一定要先 如果你現在有一大串語法 想要把它包成一個函數 我建議你先像我一樣 先把那個關鍵參數拉到前面去 然後再run一次 確定它可以walk以後 再來打 費波納奇等於 一樣我們先來 Function 小括號 大括號 這是Function的基本結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先打好這一串 注意我的全部過程喔 然後接著 你把這一串 複製上來 但是這一串 需要一個必要的parameter 是let sequence 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let sequence把它放過來 那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你要打let sequence等於30 這樣也可以 就是代表你如果不下參數 你不下參數 就是你直接 這樣子 你不下參數 它是有default value的 它可以直接出來 但是你可以趕20 你可以趕10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注意一下我剛剛整個流程喔 我不是 我不是這樣子隨手 我不是這樣從頭打到尾的喔 沒有人那麼厲害 這樣懂我意思吧 注意一下我的過程 先寫好整串語法 先寫好整串語法 然後把關鍵參數取出來 然後接著 再打出 等於Function 小括號大括號 這個東西之後 再把這串語法丟進來 然後再把關鍵的這個東西放進來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注意這個流程非常的重要喔 你如果不是這樣寫的話 我覺得就是會非常的困難 好 那你了解了這件事之後 剛剛我又不是說 我們的函數其實是可以多參數 input的嗎 對不對 那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欸 你實際上 你還可以把這裡面的 A B X裡面 本來是E嘛 對不對 你還可以把E取出來 變成AB 然後把它放到上面 這樣就是A B LESS SEQUENCE 對吧 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Default參數啊 它其實也可以擺在前面 你這樣子的寫一個語法以後啊 你的 菲波納奇 它的 主要說你打20 那就跟剛剛 欸 你這樣子就跟剛剛一模一樣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去 你只要下指令說 菲波納奇 LESS SEQUENCE 等於20 因為它Default A跟B就是 1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改了 舉例來說你可以改 好 舉例來說-3 2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從-3-2開始 一路往下 這樣可以接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現在 你了解了這個意思之後 你就知道它其實是一個 它其實 就是 這個函數啊 其實你可以把很多 你自己覺得 舉例說你 做的什麼很複雜的語法 把它一起打包 這樣未來要用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舉例來說你要找植數 欸 等一下你們看到了 題目應該就會找植數了 好不好 找植數那一串語法 是不是一大串 可是實際上 其實我們有 關鍵參數嘛 就是我只要找幾以下的植數 這樣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它是不是很適合 打包成一整包 可以了解齁 好 來 剛剛的函數有個問題啊 就是 你看你的這個 For I in 3 to LESS SEQUENCE 對吧 可是問題是這個LESS SEQUENCE 假設小於3 它其實是會出現 Error 為什麼 因為 XI 那如果它是3到2的話 2的話是什麼 X2 等於X1 加上X0 X0 沒有這個東西啊 所以它小於3的時候 是會出現Error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如果你今天寫好一個函數 然後 這個人 他當然搞不清楚 這三個函數是什麼 對不對 你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你也從來沒有考慮過 呃 就是你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你也從來不會先去讀它的說明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那 所以說 輸入LESS SEQUENCE等於2的時候 你看到這一串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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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未來使用者看得懂這串漁法 那就有鬼了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給它一個指令 如果LESS SEQUENCE 小於3 那我就 給它一個警告 LESS SEQUENCE 應該要大於3 這樣懂我意思吧 怎麼做咧 你可以這樣寫 if 小括號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注意 你看我是怎麼打漁法的 我先把這一串打出來 我才去貼喔 這樣懂嗎 if 怎樣 LESS SEQUENCE 小於3 那我可以RETURN RETURN 是CAT CAT這個函數 我前面有教到對不對 是一個講話的函數 CAT LESS SEQUENCE MUST LARGER LARGER LAND 3 好這樣子 LESS LESS 我才執行這一串語法 我現在在 做完這次事情之後 我們來看 費波娜奇 我們再來看一次 這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說 LESS SEQUENCE MUST BE LARGER 3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你打3呢 他就會出來 他就會出來正常的做法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其實除了 除了 這個CAT以外 你還可以用函數Messenger還有STOP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把CAT給Messenger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 3還是沒有問題啦 我們要看2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變紅字了 本來是黑字對不對 現在變紅字了 Messenger就是把黑字給它紅字 好那STOP呢 我們換STOP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沒有STOP的話它就是紅字而已 有STOP的話它這裡還會給你一個 ARRO IN Fibonacci這個東西 所以你如果看到 你看你之前沒有什麼都沒有 它是不是有ARRO IN什麼東西 如果你希望使用者注意到 這是一條很嚴重的錯誤訊息 你可以用STOP 去提醒他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如果你聽懂了以後 你現在我應該希望你可以做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植樹找成函數 這一大串語法 是我們第二節課教的 整串就是我們要找植樹的那個語法 我現在希望你把它包成一個函數 然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有時候某些情況會產生ARRO 那我只能隨便舉個意思 主要說 你總不能找1以下的指數 所以你必須預防這個狀況的發生 你必須在函數裡面去預防使用者 耍白癡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把時間還給你 讓你練習一下 好 這是我們的題目嘛對不對 我們的題目是這個樣子 那 你要知道說 這一大串語法 從頭打到尾一行都不能少 這樣子你才能夠得到你的答案對不對 然後接著 在你直接包以前 我建議大家先試一下 你把max改成20 這樣可不可以work 好 可以 所以說看起來只有這一行是要 這個參數是要輸入了對不對 好 那接著咧 你應該先打一個function 怎麼打function呢 你可以寫什麼 你可以先隨便JARJAR 說finder find number好了 好 等於 function 小括號大括號 你一定要先這樣子喔 你這裡要打什麼字都可以啦 你也可以 TTT這樣子 好不好 TTT 好 然後接著咧 這個是參數 這個是語法對不對 請你不要放棄任何一行語法 好 我跟你講 我看到大部分的同學 沒有 我覺得沒有辦法做到這一件事情 大部分是 很急 什麼什麼叫很急耶 就是 連這邊貼到這裡 然後重新run是什麼 可能都不太願意 想要馬上就想要說直接去做了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在你非常觀念非常清楚 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就是在你還是初學者的時候 就很容易陷入一些障礙 什麼少打一個大括號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你這樣子run完以後 注意喔 你可以先把右邊清空 清空了以後 你run他之後 看看TTT是不是出現了 接著 TTT 打3 打30 好 這樣出現了以後 你再確定打2不行 好 這個時候你再去做 進一步的處理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給大家一些時間 好 我想就是 這題啊 如果說 到了這裡 你還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大部分是 我把這種稱為就是 就是 coding的紀律不好 什麼叫coding的紀律不好呢 就是 你可能 該對齊的沒有對齊啊 打的順序有問題啊 等等 原因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 比較好的做法是 你現在明明就知道裡面要塞一個if else 對吧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 你先在函數的外面 先打if 小括號 大括號 enter else 小括號 大括號 這一串先 這個結構先平好 就是不要 不要 我看到很多人啊 他打語法的時候 就是if 這個就先不打 反正我現在if 我就先完成這個嘛 大括號也不打 就是if 我看到很多人都這樣打 if max x 小於2 然後 大括號 然後什麼 cat 然後什麼 然後這個else 小括號 大括號 就會出現很多混亂 這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這樣打的話就會比較混亂 所以你一定要先打好 if 大括號 然後enter 你看我是不是都有enter 為什麼要enter 這樣好看啊 這樣東西 你這邊多幾個enter也不會有什麼改變啊 好 那接著咧 你現在很明顯知道maxx在這裡嘛 對不對 mxx小於2的時候 也許我就要給一個cat 好 error 好 再類似這樣子 最後要引號喔 沒有引號的話 如果你知道error 這是一個物件 那你沒有error這個物件啊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講話的啊 這樣同我意思吧 好 然後接著else 你要把 裡面的這整串 複製起來 丟到這裡來 然後再把這整串 全部一起丟到 這裡面來 好 這樣同我意思嗎 實際上我 平常在打魚法的時候 我也是這麼做的 即使我都已經 我顯然我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 你們初學者的程度啦 對不對 但是我平常在寫函數的時候 還是這麼行 好 我這樣按下run的話 當然東西就是可以walk了 如果我現在寫 好 假如說現在寫1 他就會告訴我error 這樣同我意思吧 好 那這個 語法紀律這邊就是一定要 就是coding的紀律 這件事情就是 會幫助你更好的去 就是完成的walk 你現在隨便貼這麼一大串 你其實會覺得這一大串 看起來 欸 這邊有 這個可能已經超出你正常 你可以handle的複雜度了 這樣同我意思吧 可是我剛剛那樣子 一路這樣打上來 你會發現 他其實不是從第一行開始打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是從內 打到外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在打回圈的時候 也是從內打到外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語法打法是從內打到外的 不是 不是從第一行打到最後 不是從 從前面打到後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要把握這個原則 從內打到外這個原則 好那我現在要 我現在要 就是我現在要上 第二個part的課 這個我們一定要 我們今天的第三個part 非常有挑戰 所以說我一定要 留一些時間給第三個part 好首先請你下載這個檔案 然後這個是上週的檔案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請你下載完了之後 直接丟到你的這個就是你的 就是右邊右手邊的資料夾 然後把它讀進來 如果你這個時候還不會讀的話 那這個可能就是 可能我等一下會下去協助一下好不好 好 你現在讀進來了以後 為什麼 為什麼看不到 搞什麼鬼 我現在 我現在 我是放在 Lesson 今天是第四課 我放在這裡 為什麼找不到 這個太過分了吧 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 我沒有把它放在這裡嗎 哦Lesson4 ok 我知道了 因為我根本就開錯了 好好好 等我一下 我重新開一下我的project 我應該要開的是這個project才對 好 這樣子我就讀進來啦 我現在 你現在應該可以看到我已經把檔案讀進來啦 就是Monitor Monitor 1 然後我把它讀進來對不對 這跟之前一樣 然後 這一行 這一行在做什麼呢 這一行是不是我上捷克教過了 我只是把語法做了非常大幅度的簡化哦 我直接要去重複 我去重複用的 其實是你要從裡面看到外面哦 裡面是我先 確定 我先下了一個函數 叫duplicate data1 那有些地方是true true的地方就是重複了對不對 我不要 所以我要等於等於false的地方 然後我把這個東西當鎖影值 然後對data1取鎖影 然後這個東西傳到data1clean 這樣可以吧 從裡看到外哦 重點從裡看到外 好 run完了以後 這樣沒有問題 好接著咧 接著我想要給大家看的是 我們可以把這一大串整理成一個function 就是你把一個檔名讀進來了以後 他就自動做去重複這件事情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用管那麼多語法啦 來你看 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 data pipeline 一樣哦 看著我怎麼做的哦 data pipeline一樣等於function 小括號 大括號 這樣可以吧 好 這裡打 file path file path 然後 file path把這個取代掉 然後把它貼上來 這樣子 這個data pipeline 他就可以用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我的data1clean 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就是我剛剛那個已經有去重複 新動國小被我去掉了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 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 我們 如果你到這裡 是可以接受 就是你已經有吸收到 剛剛我們 制定函數的那個方法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 其實你還有一個 Monitor2 CSV 你要再來下載 這裡 這裡可以再下載哦 好不好 這裡可以再按一次 那你就可以下載到Monitor2 這樣可以接受哦 好 那你可以 你這樣子 你有這個檔案 這個非常方便耶 你可以直接把 我直接複製貼上 反正這兩個檔案格式非常像嘛 我可能要在lesson4裡面叫 你看我是不是直接產生了data2clean 我們來看一下data2clean長什麼樣子 data2clean跟data1clean差別在哪裡 data1clean是 凌晨 4-5點的時候 每一個測站的資料 data2clean呢 是 6點到7點 快到7點前的那個測站的資料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你現在 你現在有了這個函數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重複啦 對不對 好那去完重複之後 你還想要做什麼事情呢 來我可以跟你講 你還想要做什麼事情啊 你其實會想要把這兩個檔案做一個合併 怎麼合併呢 我們來看一下data1clean跟data2clean 你的data1clean啊 就來說我們現在來隨便找一個國小好了 好 就來說好 這裡有個民生國小對不對 這個民生國小在data2clean 他在 7點整的時候 他的污染物的指標是這些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後面他的經緯度 他污染度指標是這些 這是同個民生國小這個策戰 這樣可以嗎 好但是你在看data1clean的時候 民生國小在哪裡咧 在這裡 但是在這裡他是第25個 在這裡他是第32個 所以我現在要把他merge起來 我merge起來 我是不是要使用 就來說 score這個 這個值到作為 key value 然後把他左右合併 我現在想做的是這件事情哦 利用score 當作 key value 左右合併 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了啦 來 民生國小在data2clean 他是4327.3789 data1clean呢 他是 4227.7588 那我要想把他左右合併 怎麼合併呢 看著這串語法 這個語法merge 是一個核心函數 很常會用到 來 merge 你這個函數要怎麼用 你的第一個data先丟進來 再把第二個data丟進來 他不是簡單的cbind哦 cbind的我是不是有選交過了 columnbind就是網右貼嘛對不對 他需要你給一個 key value 你可以寫說by 等於score 就是我用score來做拼貼 o等於true o等於true的話代表是 假設有data 只出現在左邊 右邊沒有值 那他也會被留下 假設有data出現在右邊 左邊沒有值 他也會被留下 我們按下run 給大家看一下 按下run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merge data merge data長是什麼樣子 你看我們先找民生國小 民生國小在哪裡了 民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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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民生國小在這裡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 4227.7588 然後民生國小是 第14個對不對 第14個我們現在來看 第14個在這裡是不是 4327.3789 然後上面他這裡是 sd0.y sd0.y就是代表是 這個 後面那個檔案 後面這個檔案 sd0.x sd0.x代表是前面那個檔案 因爲他們兩個的colum 的名字有重複嘛 所以他們只好這個樣子 sd0.x代表是 你看這個中山國小 他就只有第二筆資料 他沒有第一筆資料 那有一些像這個什麼 像 這邊有一些像這個就是 只有第一筆沒有第二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們了解到 merge這個函數的厲害的地方了吧 好那你說如果我只想要 我要以第一個檔案為主 第一個檔案有的我才要 那我怎麼辦 我可以用索引嗎 我們可以用索引啊 這裡如果是na 那我就把它去掉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或者是有個方法 你可以all.x等於true 這樣就是第一個一定要留著 第一筆資料一定要有 後面不見得要有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你要 以後面為主的話 就all.y等於true 好不過這個都是可以 這個都是可以透過索引去解決的啦 所以我 我建議你們就學all.x等於true 這樣就好了 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樣merge的這個威力 你看出來merge這個函數的威力了吧 對不對 可是這個data是不是亂了點 因為其實 講真的我只要知道 school跟第一筆和第二筆就好啦 我不需要知道 這些 這些額外的資訊太多了 像經緯度 經緯度這絕對是重複的啊 難不成那個側這樣會移動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如果想要 一天之中 每一個 一個國小他每一個時間點 所report的 汙染物濃度 我是不是可以寫一個 回圈 去 從頭到一直去做 data pipeline 因為我已經我只要把檔案 把它就是我只要把檔案全部下載完 那 data pipeline函數不是可以幫我去去重複嗎 對不對 去完重複之後我再merge 但這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我只想要留下我有興趣的關鍵資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希望你做的練習題是什麼 好 第一個 我希望 你 我們有興趣的variable 只有SD0 這個是PM2.5的濃度 好 那剩下的data我們都沒有興趣 好 請你使用索引 讓data1 clean和data2 clean 變成比較乾淨的檔案再進行合併 好 請你試著做一下 什麼意思呢 我這麼多資料我都不要了 我只要SD0 好 當然School我要留著 merge完了之後 你會得到一份很乾淨的data 這份data才是 我們會想要用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請你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的話 你可以不要看答案 但是我希望你最後 是產生這樣子的data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仁愛國小 3739 第一比37 第二比39 南湖國小第一比43後面沒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請你 請你稍微做一下 好我想 我們這一題的關鍵思路 也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好了 你想要把東西變成這個樣子 你的關鍵是你需要捨去 除了上面看到 就是除了這個SD0以外的所有data 對不對 好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來這兩個把它先先寫好 好大家先看這兩個檔案 我們先觀察這兩個檔案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從何開始的話 有些我知道已經做完了 但是 還是有一些同學沒有做完 我希望你們從這兩個檔案去觀察 好 這兩個檔案 碳不是重要的 DeviceID這些都不是重要的 所以重要的只有什麼 SD0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你要怎麼把SD0 抓出來 來大家記住喔 你的索引符號必須是中括號對不對 然後 這是一個二維陣列 DataFriends是一個二維陣列 所以你要打斗點 這樣可以 好來啊來這裡 你需要數SD0嘛對不對 SD0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先print出來 不要急喔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急 就是 一下子一上來就先打merge 然後開始在裡面試東西 然後你根本不知道你填進去的東西是什麼對不對 好 wrong 欸這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嗎 是 但是也不是 不是什麼 少了school對不對 少了school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需要 把用c 把school 跟SD0合在一起 好這樣子 我們在run 這個總算是我們要的東西了對吧 那同樣的 data2clean 我們也是要用同樣的方式把這個東西把它取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 這兩個才是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要把它擺到這裡來啊 擺到merge這裡來 好這樣你就完成了 那一個比較進階的做法是 既然他們都需要篩選這兩個對不對 我們其實可以在這一步 在這裡就把它放進來 反正我要對colon篩選嘛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我們直接這樣run完之後 我們的 我們的data1clean 跟data2clean 本來就是已經 就是已經完整的這個data1clean 跟data2clean了 這樣可以了解 那我這裡就可以刪掉了 好那這樣我就可以做完了 然後接著你說要改這個colon name 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啦 就是 我只是 不喜歡xy然後把它改掉而已 好 那我把merge data給大家看一下 好你看現在我改成1,2 第一筆第二筆了 e slay推下去 好那我還是給大家在2分鐘的時間 把我剛剛那整個過程做完了 好我們來看我們第三節我們的問題啊 來第三節的問題這個樣子了 你如果把這個commobility之一這個檔案把它讀進來的話 你會看到它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現在來下載一下 然後用excel打開它 給大家看一下長成什麼樣子 這是一份虛擬的資料啦 那我要用這份資料開始帶著大家 就是不斷的去思考那個 這個到底資料要怎麼轉換 它的邏輯要怎麼回眼 好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它這邊是有一個這樣的樣子 就是N這個人 N是一個人 N這個人他有CKD這個desease CKD是什麼你們不用管啊 好第二個是F這個人有DN 好但是F這個人 你看F這個人他在這裡又給他說有HTN 對不對 好 這一種記錄資料的格式非常的常見 這種資料記錄的格式叫直式的資料 直式的記錄資料方式 就是誰誰誰有什麼誰誰誰有什麼誰誰誰有什麼 為什麼非常常見呢 因為以後你們在醫院裡面 如果或者是你們用到data 這個疾病的種類可能有數萬種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比較好的方法是用這種方式記錄 可是實際上我們如果要做比較好的分析的時候 我們比較喜歡的格式這樣 A有沒有 有CKD有depression有DN有HTN B這個人 有CKD有depression有DN沒有HTN 好這樣從我意思 這是我們比較喜歡的格式 這樣才方便做分析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 如何從這個格式轉成這個格式 好不管你有沒有預期 來我們現在來問一下大家 大家覺得應該要怎麼做 你們就是現在開放啊 就是趕快有沒有誰要先舉手 你不用講完好不好 你先講應該要做什麼 然後再做什麼 就是大家講一下自己的想法 不見得要有邏輯的講 來有沒有人要先舉手的啊 沒有 都沒有人想發表意見 你舉手了嗎 你先直接創個DataFrame 好啊 加0.5 還有沒有 來 先創個DataFrame 是重要的啦 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們做99乘法表的時候 不是要先開空舉證嗎 然後再慢慢填數字 好 加0.5 還有沒有人要講話 來 有幾個人有幾個疾病嗎 對不對 有幾個人有幾個疾病嗎 有幾個人有幾個疾病嗎 對不對 Level的長度嗎 跟Level的 所以那個 開一個新的舉證 或是開一個新的舉證的 就是 Number of Roar跟Number of Cullen 要用你這種方式得到嘛 對不對 來很好 這個還加今天 我還有沒有人要講嗎 可以繼續講喔 繼續講繼續加 還有沒有人 你說 索引這個人看一下他的狀況 對不對 就是索引原始資料 索引A這個人 你看看這個人 到底有哪幾種疾病 對不對 好很好 再加0.5 還有嗎 索引是不是都不太黑分數啊 好應該是這個樣子啦 可能只有大學生會care 好還有沒有人要講話的啊 索引看完之後 再給你們剩最後一個可以回答 那看完之後 你要怎麼知道 什麼是要填處 什麼要填force 沒有人想的到 不知道 用手填 好 那我們繼續啦 不過 我跟大家鼓勵一下啦 這個思路很重要 我們到了那裡 我們再來想好不好 就是 我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故意不要看後面的答案喔 就是我不要用貼的 我要帶你一次一次做 因為 因為你們剛剛已經講出了四分之三了 只剩下最後一點點沒有講出來而已 所以 我如果用貼的話 就會劇透了 這樣等我意思吧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我們先把答案讀進來 他長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首先 剛剛 這個 這個 楊同學啊 說這個 這個 就是 要先開個矩陣嘛 對不對 好很好 沒有錯 要先開個矩陣 我們要叫他NewData 等於 Matrix 好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先填NA 這樣子 或是都填0也可以啦 好不好 反正等一下每一個數值都會被蓋掉 對不對 好 但是矩陣你總要知道他的形狀吧 N column等於多少勒 欸 這個是剛剛那個 這位同學 你到底姓什麼 好 周同學 周同學講的嘛對不對 好所以在這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取得 Level 我們要先取得 這個Data裡面的 Data裡面的ID 那怎麼選ID 是這樣選ID 這樣是不是選ID 好 看起來他本來就是Factor 對不對 他本來就是Factor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Level 如果他本來不是Factor 請你要 AsFactor先喔 好不好 那我們 為了避免大家困擾 我們還是一律這樣子 Factor 這個 反正先把它Factor化嘛對不對 然後 Factor化了以後再取Level 這樣我是不是得到了所有的人 人民 這算人民嗎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我要留下來喔 為什麼這個我要留下來 你思考一下這裡我總要填字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結果我要留下來喔 它是Level.id 好 這樣子我是不是產生了一個新的物件 叫Level.id 然後 如果 NRAW是多少咧 NRAW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 N.Level.id 等於 NAMS 這個剛剛都有講到嘛對不對 這個剛剛都有講到 好那 這樣子的話 我的這個 Number of Raw 是不是就確定了 這個長度是24 那Number of Column呢 Number of Column 你們有沒有人 要一樣話葫蘆講一下的 有沒有人 趕快這個也加0.5 快點有沒有人要講 來請講 取Lens 你說 依此類推 這邊敢 Desease 好 我還是會給你加0.5分 可是你又要後悔一下 你講的還有一點點錯 你看一下 好 你沒有注意到 第一個是ID對不對 所以要加1 好 你要注意哦 你如果 你如果只有 你的Number of Column 如果只有Desease 的數目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沒有地方放的那個 人名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覺得說像 剛剛我們在做那個練習題的時候 也有人在 我剛剛不是有 我先沒有鎖影school 是不是出來的其實不是我要的 所以鎖影值你要為他留一個空位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這裡還是一樣加0.5分 好不好 來這裡是加1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為什麼為什麼不給面子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是大寫 好那我們來 好 現在這個new data 是不是已經開完了 24 乘以5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這個 roll name跟color name填好 好不好 不然的話看起來很醜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看起來很醜啊 到時候我就不知道嘛 好我們來 roll name s等於1到nroll new data 好這一行做完以後 我們的new data 是不是已經長成這個樣子了 然後一樣color name呢 好color name是 第一個一定是id嘛 對不對 然後後面呢 後面就是desease嘛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是這個levelsdesease 好現在我是不是已經把這個color 把這個 那個matrix已經填好了 形狀填好了 好接下來 第一個column 是不是 第一個column 是不是他的id 那這裡我要怎麼填 有沒有人要講的 來趕快 看著這個想會不會比較快 我要怎麼填 來趕快 levels剛剛不是取過了嗎 取完之後要幹嘛 這裡已經有啦 然後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填到這裡來 蛤 前字號那個符號嗎 好 好再加0.5 你已經加1.5了 好不好 來你說這樣子嘛 id 是不是 好可是我要跟你講 因為這個是matrix啊 他沒有辦法用前號鎖影 所以你要用 你要用這樣子鎖影 id 等於 level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意思是 把id填到 左邊這個matrix的id這個column裡面 這樣可以嗎 好看著 這些是不是已經填進來了 好再來 再來就是 我們困難的地方了 剛剛就是 楊同學啊 有講到 我們如果要看 A這個人 他有沒有 有哪些疾病 我們需要用到的是 看原始資料 裡面 原始資料 的 id 等於等於 A 對吧 你的意思是這個樣子嗎 對不對 我們想要看這個人 這個人四個疾病都有 所以他全部都要填進去 對吧 好所以關鍵來了 我們現在 我們的new data 已經長成這個樣子了 然後我們看到這四個 我們要怎麼告訴他 這要填到這裡來勒 有沒有人家發表意見的 有沒有人家發表意見的 好沒關係 你們可能忘記了 要怎麼去決定他到底有沒有 對不對 這個沒關係 我們先 因為你們還有一步沒有做到 首先 你是不是應該感覺出來 這個 我要的其實不是這一份 data 我要的是後面的 disease 對吧 所以這樣的鎖影還不夠 我必須鎖影到這個level 這樣子我拿到的 才會是我真正想要的那些 這樣才夠單純 前面這個是給人看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才夠單純 我不但對raw所影 我還要對colent所影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然後你有一個關鍵 就是你不知道 對啊他四種疾病都有啊 可是我要怎麼填 填素質進來 怎麼填素質進來 我們先思考一下 我們要怎麼填素質進來 我們是不是要 data裡面的第一個column 第一個raw 然後 這-1 -1就是我不要第一個column 對不對 剩下我都要 對不對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不是現在他的狀態 我如果直接給他填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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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子給他填進去 他是不是這幾格就被我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關鍵是我怎麼產生 觸觸觸觸觸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關鍵是我怎麼產生這個 我要怎麼產生 我需要用這個東西 跟什麼比對 跟level disease比對 對不對 我要把這兩個做比對 怎麼比對勒 我前面有交過這個函數 這個運算符號對不對 這運算符號是什麼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右邊是什麼 右邊是不是這一串 這樣是不是就出現true 好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大創放到這裡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是不是可以打這一大創放到這裡來 你看我的new data 現在是不是被我改這樣子 好 那 這是第一個人啊 那第二個人我要怎麼改 我把這邊改2 對不對 然後這邊A改B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人填完之後 我們來看第二個人 誒這個是false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沒有拼錯 來看一下這裡 對他少個htn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已經改成這樣了 來 再給大家最後一個加0.5分的問題 請問一下怎麼包成回圈 怎麼包成回圈 好 講 1到多少 NRAW 好然後勒 new data 好然後勒 繼續啊繼續 什麼地方要改成I 這裡要改I 那這個咧 這個要怎麼改 Level ID 然後勒 所以I 漂亮 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這個樣子改 好 他就是這樣改 改完之後放進來 好他完成了 好你就是 你這樣你總共加1分了嘛對不對 回答兩個問題 你回答三個吧 對不對 還有還有後面那個 回答一個問題嘛對不對 好 完成了這樣可以齁 好 我跟大家講啦 就是我剛把後面包括練習題 就是包括怎麼包回圈我全部都做完了 好我現在希望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 這個已經結束了 就是 我們已經做完了 那 我希望大家是這個樣子 就是 雖然說我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做完了 可是你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每一個步驟啊對不對 我希望 你已經看過一遍了 你還是可以從頭 你不要用貼的 你試著從頭去完成一步這樣的過程 你需要用到的東西其實很少 我們來清點一下 Levels Lens Matrix Raw Lens Color Lens Fore回圈 Percent in Percent 其實用到的東西不多對不對 可是他做完了這整件事對不對 我想我們今天上課最重要的過程就是 希望 大家可以 開始認為說 原來 這個 這個資料轉 這個資料 他用到函數其實很少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下一節課 你會發現我們用到的函數還是這麼少 但是可以完成更複雜的轉換 所以我希望 我們現在還有 我們現在32分嘛對不對 你下課還有20分鐘 我基本上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了 那我希望你們可以自己完成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把螢幕還給你們 走了 謝謝 謝謝